慈濟手與歌向來可以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愛和關懷透過音符溫暖老人的心 除了仿式帕洛洛養老院 慈濟志工也受邀支援譚華寺的法會 護法師的邀請去幫忙做英語的翻譯 因為剛天有幾位本土的 不會聽中文 所以我們就幫他們做簡單的翻譯 然後他們因為要完成三規五屆受戒的儀式 所以法師有為他們講說 怎麼在生活當中去實行五屆和三規一 特定的任務締結善緣 也讓慈濟夏威夷分會更深入社區 大約新聞知識美職工中豪王若歡樂馬克美國報道 馬六甲慈希職工